大家好 我是五仔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這一節我們講孫圈 孫圈跟哪個男星最匹配呢 古天樂 真是不知為何 我覺得孫圈的樣子很多男人 即是覺得她是正的 但不是很正的 因為她不孝 她不善感 善感 性感 但很多人覺得她跟古天樂應該兩個有事 甚至傳到她兩個已經有對孖仔 很離譜的 我們講一下孫圈的情史 孫圈有一件事可以入建歷史世界紀錄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就是跟古天樂有對孖仔 當然不是 她只是說上個月被綁架了三次 前後拍劇最少被綁架了二十多次 原來是綁架界KOL 她這麼多年來的感情都是來來合合的 沒有一個固定男朋友 現在是不是藏起了一個神秘男人呢 究竟那個人是不是古天樂呢 她看著古天樂也很痠 但很多女人看著古天樂也很痠 古天樂看著她 古天樂只有一個專圈的字 可以扭她的耳朵 可以扭她的耳朵 古天樂因為她是影壇大亨 古天樂懂得孫圈的時候 不算識於微視 當時也是很紅的男星 但當時她倆是 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做一些鬥氣冤家 究竟倆是否真的有斷情 是不是收藏起了生兒子 我們交給窮飛龍和大家講講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想講一下孫圈的感情史 孫圈其實有關他的感情史 很多次她都很直接說出來 她自己有承認的愛情 起碼也有五單 另外還有一單是神秘人 她完全沒有說過這個男人是誰 因為之前她覺得單單都和 最後就不想說 所以到分手那一刻 都不知道這個是誰 其實之前單單都可以說 為什麼這單不可以說呢 所以有網民在猜 這個神秘男會不會是古天樂呢 因為看到網友更加傳說 他們有雙胞胎 生了一對兒子 因為有一段時間 孫圈完全沒有露面 今天就分析一下這些新聞 還沒說一下孫圈的感情史 之前想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都是有關她的 我想大家都聽過同事天涯羅樂林這首改歌 有關羅樂林可以整天拍電影都死了 近試過破建立士紀錄 一天在電視台見她死五次 但書圈其實同時間也有一件事好像羅樂林 但她又不是死了 就是自1993年拍劇開始 一直有很多電影都被人綁架 無論是古裝劇、時裝劇、電影 都有被人綁架 起碼最少都綁了21次 連她今年演的那一套 VTV極度肖狼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只是這套劇裡 她都被人綁架了三次 所以有網民說 孫圈可以進入 劇集中被綁架次數最多的世界紀錄 亦有 故意為孫圈開了一個關注孫圈 劇集被綁架關注組 孫圈的樣子那麼像 經常被綁架嗎 其實我覺得她的外形也挺堅強的 但香港的編劇不知道是懶 還是見到她就覺得不寫劇情不安樂 總是要這樣寫 不知道大家知道孫圈有多少 其實她本身的學歷也不差 她在1992年的時候在隆東大學 帝國理工學院畢業 當時獲得材料工程學的學士學位 而她讀書的時候也有接觸一些戲劇活動 所以後來她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跟她當時在隆東學校裡 其中一個華裔的大學同學 一起參與了一套舞台劇叫《風雨》 而偏偏她演這套劇的時候 就被聲嘆發掘 叫她拍第1個廣告 著巢咖啡 但那時她還沒畢業 她是去到1992年才畢業 這件事剛才說發生的是1991年 直到1992年她正式回來香港發展的時候 又再接拍了一個金沙朱古力廣告 從而被大台發現 就簽了她做藝人 最初做K100的通訊站 之後就演出她的第一套劇 我也很有印象 《龍兄暑弟》 我記得當年我看到書圈也覺得 這個女孩子也挺爽朗的 雖然當時很沙眉口 但第一次看已經覺得很有印象 還有演戲也演得不錯 拍這套劇竟然跟張偉健談戀愛上來 當時書圈23歲 張偉健28歲 之前說不懂做飯的書圈 還特地因為這次拍拖 學習如何煲湯和炒菜 當時媒體說這段愛情實在屢強男藥 所以搞到最後要分手收場 你問我怎麼看 其實我又不是很同意 因為這套劇是1993年 其實張偉健在1991年已經開始紅了 例如日月神劍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做一些主題 老友貴貴就更加是大紅 之後又有一套我餓牙拆鬆 雖然中段後尾一點時間試過發展去拍電影 例如其中又有 《圖學外傳》 電影方面當然沒有星爺那邊那麼成功 但你也不可以說電影不成功就說他不紅 在1992年的時候我還記得發行了第一張大碟 真真假假 當時還獲得十大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男歌手銀仰 1992年的時候發這張大碟 其實也挺慘的 張偉健好像是 84年的新秀來過 差不多成 熬了8年才出第一張大碟 當時龍兄鼠弟張偉健也起碼是男二 因為男一是萬子娘 孫圈也起碼是女三 怎麼看也是張偉健比較紅 而當年孫圈真正走紅應該是95年的一號黃庭四 所以起步開始就絕對張偉健的地位 一定是高於孫圈的 事隔多年之後 張偉健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有這樣的解釋 眼睛看著書圈好像一天比一天好 賺的錢就開始比他更多 年輕女的開步當然是賺多一點 當時張偉健沒有說外人怎麼看 連他自己也跟自己說 書圈絕對有資格找一個比他更好的人 當時不知道是不是媒體每天說女強男弱 所以搞到我覺得張偉健也是說反話 搞到最後96年 孫圈跟張偉健三年戀情就要被迫結束 但有時候不知道是不是要運呢 你要少了一份感情 你是不是會專注事業呢 還是根本命中你就是 到那時候你才會紅呢 之後同一年 即是說不跟他孫圈一起那一輩子 就拍了一套西遊記 立即爆收視 當時收視了40點 即是你兩個人分手 那時候好像剛剛兩個都是紅到飛起 究竟是誰嫌棄誰 還是工作太忙 沒有時間經營感情 因為其實很多藝員都試過這樣之下 而分手 我記得當年就算鍾振圖和陳修霞都是說 當時大家忙到沒有時間經營而分手 當然孫圈高學歷有可能一個男性有時都有一些 自卑心的 即不是個個好像劉青雲那樣 有可能劉青雲又不同的 她的影壇的地位也不會 覺得自己有自卑心 即是演戲感 加上她老婆又會欣賞她 不知道孫圈開頭 喜歡張偉健是否因為 對於娛樂圈很多幻想 始終張偉健都是入行先 即是有一點是喜歡 偶像的心態 所以之後 發覺孫圈很多時候 不再選擇行內人的拍拖 有人拍完張偉健 覺得 螢幕的他和他心目中 認識的張偉健 有人覺得真的很不同 之後就跟了一位 叫榮文漢的拍拖 其實已經是一年之後 聽過他們當時還是 一見鍾情 榮山本身就是 榮智健的侄子 譴押家族 榮氏家族的成員 其實現在我們只是知道孫圈和榮文漢 好像是1996年 一見鍾情而在一起 具體時間就不是很清楚 究竟當時他跟張偉健 分手前還是分手後 以前我拍拖也試過 有些女朋友 分手那一副 他不會解釋為什麼分手 有可能無緣無故分手 他那一副一人是跟另一個人在一起 但是那段時間他就不會 跟我 在一起 因為一段時間他只可以同一個 所以不知道孫圈是否也是這樣的案子 這次這位不同了 家裡有錢很多 真是一名富豪 不知道會不會之前是嫌 跟張偉健拍拖不夠銀兩 以為我猜測 不能代表孫軒本人的看法 不過因為 張偉健當年有說過 跟孫軒分手的時候 說有一點涉及收入的問題 這段程中 孫軒泡了6年 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 但是 當時孫軒不肯放棄事業 因為事業剛才升起 所以當時孫軒有這樣的說法 要以事業為重 這個原因之後就分手了 好了 接著孫軒 發覺選自己同行又不行 選一個有錢又不行 不如選一個 跟自己的思路近一點 在03年孫軒就跟了一位牙醫 調陳建偉一起 據了解孫軒進入演藝圈之前 曾經想過的工作首算是牙醫 他自己做不到 會不會另一半都是牙醫 感覺上 好像完成了自己的心願 孫軒到這段感情 他的想法有點不一樣 竟然公開說可以為愛情 而放棄事業 不知是否想彌補他之前的分手原因 覺得 之前分手始終這個也是一個阻礙 這次不如他把這個 缺點改一改吧 很遺憾 孫軒雖然這樣說 最後 跟陳建偉 仍然是分手收場 據此原因好像兩個人的愛情得不到 陳家的長輩認可 這件事令我也有一點 匪夷所思 雖然孫軒是藝人 但是 他也是大學生一名 在英國留學 雖然牙醫在香港也算是比較高端的職業 但是 不是這樣也看不起 TVB一線花彈的收入 外表更加不會差 只能只有幾樣東西 第一你真的不喜歡藝人 始終覺得娛樂圈的人都是 都是那類 其次有人說過 藝人的性格 有可能他不是 一個常人的性格 因為出出日日所有的人都很尊敬 所以有些藝人的性格會比較 不是那麼容易跟普通人相處 起碼就很容易有婆式關係的問題 好了 試過兩次都和了 孫軒有進步 有可能 始終傳統中國人的思想 問題太嚴重了 你又要想到他家 不如找外面的人 所以 之後孫軒有兩段感情 都是找些外籍人事 2009年的時候孫軒就找了一個 獸醫 其實這個名字我不是很懂得讀 R U A N WONG 這位外籍的男朋友 父母也住在南非 這次應該很好 不會又說對方父母不喜歡 因為主要沒有雷工那麼遠 為什麼孫軒拍了兩年 在41歲的生日的時候 突然又說和這位男朋友分手 但最震驚就是在分手前那幾天 他還很親密地和這位男朋友 去看李克勤演唱會 當時孫軒 接受採訪的分手原因就是 兩個人之間很大矛盾 價值觀差異非常之大 加上他自己也不是 對方又不是笑男又不是笑女 所以 很難為對方去改變 當部分不一致的時候就很難再走下去 莫非是聽李克勤演唱會出事 有可能外籍人士在哪裏聽得明白李克勤的歌 很難說 有時候你沒想到那一剎是唯一的 好小事就是去吵架 我以前試過和女朋友吵架 是因為我送了一件衣服的顏色他不喜歡 他說這隻黃色他覺得很噁心 我都看見你有穿過黃色 但我不喜歡這隻黃色 我真的很難猜 孫軒強調這次分手跟第三者是無關的 完全不涉及感情瓜葛上的東西 只是價值觀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也沒辦法 原來孫軒也會這樣想 之後孫軒下一任男朋友又是外國人 2014年孫軒跟一位意大利籍男友 叫做Friend 一起 當時他還說這位男朋友 有齊全向你想男友的元素 隨和成縮 還有影響到他變得好像輕鬆平靜 如果沒有記錯這位男朋友好像是小時候孫軒 他當時還說視對方為結婚對象 可惜拍了兩年又結束了 不過我想說有時候女性的薩娜剛開始拍拖 他稱讚到男朋友天上有地下毛 是很平常的 我身邊認識很多女性都是這樣的 每次拍拖 即我有個女性朋友 每次拍拖都說這位是我心目中 最喜歡的對象 一定是他 說到怎樣都怎樣都怎樣都好 好到分手角色 數到對方都不值 去到這一次孫軒終於沒有說分手原因 沒有說分手原因可能大家都心知肚明 因為孫軒曾經說過其中一名男朋友 有一次去家打算給對方有些驚喜 誰知道 發覺這位男朋友房中有另一個女人 在說電話 即是在房間中不是另一個女人 是跟另一個女人說電話 他又知道是出軌 不知道是不是偷聽 當時覺得對方非常之曖門 逼供之後就覺得 對方也不是覺得 直接發現對方是出軌 可能孫軒每一次拍拖都學會一些東西 這位朋友的外籍男朋友 去到不說分手原因 接著 其實還有一名 拍拖的神秘男 這個神秘多也不說是誰 當時是怎樣認識 甚至是應該分手 堅決 不透露對方的身份 為什麼要收得那麼密 每次的陰影之下 而收密 令這個人兄是不方便透露身份 所以有些人猜 這個是不是古山 因為暫時我們有 發現一些風傳古天樂和孫軒 結婚的分訊 老實說除了《尋巡記》之外 他們還合作過不少的劇集 例如 很早期那時 餐餐有信家 或者刑事偵緝黨 天地藍二 他們經常都做情侶 之後好像說孫軒還簽了 顧天樂的電影公司 所以很多觀眾經常覺得 他們是 很登對的一對情侶 甚至網傳他們已經生了孫軒 好厲害 孫軒 是不是躲起來了整年大肚 我們不知道 孫軒怎麼回答呢 當然不是 網上傳的東西 你也相信 孫軒說 他也明白 觀眾有什麼心態 正如他自己成長的階段看電視劇 經常都覺得 Doo姐和張文化是一對的 因為已經入路了 開了電視就看到他們在一起 好似見到他們 兩個Kissi Kissi 就好像 很開心 你會覺得 Doo姐和曾文化是一對嗎 但是我經常聽我媽說 發哥和陳玉年拍拖 因為我知道現實在拍誰 所以我沒有想過他們是一對 如果兩個搭配 我又覺得 古天樂和孫軒比較搭配 似乎兩位都好像是 70年出生 如果沒有記錯 兩位都是52歲 年齡也是一樣 不過男就沒什麼所謂 女去到這個年紀 我看到這些女藝人 每個都好像突然間的心態不同了 不想結婚 包括孫軒好像都不是很開始 想要結婚 想著不再生小朋友 所以不結婚 但之前孫軒一直都說 很想結婚 其實近幾年 很多時候孫軒 收留一些 被遺棄的狗 兩年前我都看見他已經收養了四隻狗三隻貓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多一點 所以現在孫軒 改了一些 說法 其實單身也會很開心 未必一定要跟另一半才開心 尤其是早前疫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都沒有出去認識朋友 那就更加不會 有男朋友 不是的 現在你不用出去認識啦 不如有可能他不喜歡啦 好啦 今天有關孫軒的感情事先說到這裡 遲些我再分享其他的優惠新聞 就這樣 拜拜